光复乡太巴朗部落青农致力推广民族植物红糯米的保守还有传统酒粮文化 不料16号却招县政府已公开贩售私酒现场查扣两瓶红糯米酒粮并开单举发 这个举动引发部落青年不满 20号上午集结抗议 痛诚县政府对部落文化粗暴无礼也严重侵害到传统酒粮的文化 收持足余的抗议标语牌部落农民以及族人痛诚县政府对部落文化的粗暴无礼 严重侵害部落传统酒粮文化 也就是告知所有的游客让他们知道说我没有这么好的东西 那你说不能公开放送我想很难去做一个很好的对等的对待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青农与族人长期以来致力推动民族植物红糯米的保种 以及传统酒粮文化的保存延续与传承 不料16号确照县政府依中央颁定烟酒管理办法之相关规定 积查取缔泰巴朗红糯米馆 查扣两瓶红糯米酒粮并开单举发 那他有公开放送我们就是会想说你这个公开放送我们要了解这个酒精的成分 因为我们的标准作业就是一些茶扣吃酒的话就是要先化验是不是有 有人家讲的有乙泥的成分或是什么嘛 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量造的 所以会请他来说明 如果他能够说明禁止的话 当然我们后续的处理就会继续的辅导他的嘛 虽然刘台文进一步说明指出 宪政府一财政署规定积极辅导部落传统酒酿农产加工品 朝农村酒庄等模式取得合法认证 部落协会对此也都支持配合 然而相关条件严苛繁杂 前来深远的前立委高禄一用表示 应该放宽条件限制 这个限制上其实应该要再做适度的松绑 可是在适度的松绑的前提是 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农民在制作的东西的时候 可以兼顾食品安全 那你必须要兼入一套制度 就是小农或是说像我们这种生活馆的 他们在食品安全的时候 你可以辅导他 或是说他的检验的制度都可以健全的时候 把这个法令的部分去松绑 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说台湾没有办法做到 县政府对此强调这一次配合中央扩大鸡茶 如果族人想要进行酿酒并且上市贩售 则仍需要依法申请 泰巴朗红糯米馆负责人肖明山则回应强调 酿酒为原住民自古以来的传统文化 不论酿造还是使用 本来就不能与公卖局的酒制品相提并论 也呼吁政府应该要有相关的配套措施 对应于原住民的传统酿酒文化 避免珍贵的文化资产 因族人害怕遭到法办 而就此中断失传 记者是日欲蓝光复采访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贵人